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集到底要什么时候上 这集到底要什么时候上 我想那个风头过之后再上 可能会好一点 对因为现在在浪前 我不喜欢做那种 大家都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我觉得我们用比较理性的推估 说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那就老师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会不会觉得这个到底算不算抄袭 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就是抄袭啊 时辰不是这样讲吗 那可是现在的重点是 那我们回归到根本好了 毕竟啊 这件事情难 大家比较难评断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次爆出来的是老高 大家都非常喜欢 像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老高的影片 你确定大家喜欢的是老高而不是小默 老高与小默这个频道 好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说 这个频道大家都会觉得赞赏 因为他比较类似像真正的知识型频道 他里面的内容呢 就像老高他自己本人 他帮大家整理了非常多的咨询 然后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内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神秘的事情 甚至是透过他的嘴巴说出来 感觉这件事情本来没那么有趣的 好像他这样堆叠 加上蹭月 加上他的影片了解之后 我们可以很快的掌握出 你想表达的意思 所以他会成为很多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 不是那么喜欢划纵取宠的娱乐性的频道的人 来去看这个节目会非常的专心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偶尔会在办公的时候 听听老高他的整理 那我就会知道 那为什么不听XG XG也不错啊 好那XG我也有听 只是XG跟老高最大的差异性是什么 他们的主题的内容 他们的内容比较不太一样 对 那像XG的话 像上一次你有提到那个什么 某一个地方的社区 把人的那个车子 几秒钟 几秒钟里面就把他上锁了 因为他围停嘛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们都算是解说类的一个节目 那解说类的这种的节目呢 在日本十分的盛行 那其实像我们就说的 像我们说油管 在大陆那边是叫油管嘛 还有那个Bilibili有没有 他们常常会有这种说 搬运工 你知道搬运工是什么吗 我知道就是直接把 例如说这个站组UP组 UP组 UP组 天哪 对啊 没关系 你现在必须得讲比较谦虚一点 那内容就是从可能他原创在Bilibili 对 然后就有人假冒这个人 把他的频道直接搬到Youtube 然后也有一类型的就是他从Youtube 再搬回去 对 然后他搬到Bilibili用 很多这种 这一次老高呢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作风 只是呢他是在同样的一个平台 太短了吧 对 他是在那个Youtube上面 他把日本的那个节目的 那个频道的节目的内容呢 去做一部分的移植 就说你不能说全部都是搬过来的 只是有少部分的东西是 等于说他的资讯跟数据是造实如搬 搬过去的啦 所以剪辑出来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 到底这样子算不算是抄袭呢 好 那大家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那是因为另外一个Youtube 另外一个Youtube的频道 然后呢 里面的主持人 嗯 他起先可能就是 他叫男权妈妈 嗯 好 男 唱歌的那个吗 你一定觉得说是不是 那个对 光这个名字我听到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啊 你说别人抄袭 那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也抄袭别人的 那可能就是取一个谐音梗啦 好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 呃 用比较威胁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谐音梗 所以他是哪个男 哪个权哪个妈哪个妈 男哦 男的话好像是 A few minutes later 蓝啊 蓝色的蓝 拳头的拳 蓝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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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他是蓝拳妈妈 好 那这个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个Youtube的频道呢 好 他有将近十几篇 的里面的内容 都在说老高抄袭 都在说老高他这个节目的运作 可能不符大家的预期 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么的棒 就是他变成是 诋毁老高系的一个频道 哦 这个就是专门跟老高 打对台的 可是他的呃 男主持人跟女主持人的站位 跟坐姿 全部都是抄老高 只是是颠倒过来 对 当然你要有流量 你要好不容易整理出来这个东西 好 这一次爆出来了 大家好像就这样被炒出了 而且频道的追踪数 跟老高 跟老高的追踪数比起来 根本就是 你知道 南辕北侧 根本就不太一样 对 那所以大家现在呢 风头上 反而都会觉得说 哦 老高今天你这个样子啊 真的是不妥欸 真的是抄袭欸 那另外一派就是 拥护老高派的 就说我不管你怎样 我就是喜欢听老高讲解 所以就算你这个东西 是别人讲的 那又如何呢 我就只想要听老高讲解 所以 这边就要讨论一下 就教师端的方向来看 如果今天你的学生 好 你的学生呢 今天拿了别人的资料 来去做会诊 然后呢 如实的抄写在他今天的作业当中 那他说 这是我的转述 我的引用 对 我并不是全部都抄上去 嗯 那你觉得这样子 你会怎么样给他一个评价 他有讲他引用谁吗 或转述谁吗 哦 这个前提是他没有 他没有 现在的话老高被批评的 很大很主要的原因是 他没有 并没有说他是引用谁的 嗯 对 那他也没有说我是引用哪一些的 YouTube的 对对对 频道的这个里面的内容 嗯 所以才会被大家言上嘛 嗯 所以我就说那假设今天你的学生好了 嗯 他今天要练体育的动作 嗯 他跟你说老师我今天 要表演一样东西给你 嗯 就他的舞步 他的音乐的 呃他背后的音乐 嗯 全部都是跟另外一个同学是一模一样的 嗯 只是因为他的技巧比较好 他跳的比较棒 嗯 好他就说老师 我才是原创的 嗯 可是旁边那个同学可能就说 不对这个是我原创的 可是我没有 虽然说我没有跳的比他的好 可是这东西是我原创的啊 嗯 那你要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 正确于否 嗯 我觉得如果以我们 社会学的学习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有个社会学的叫班杜拉 嗯 然后他这种其实就算是一个凯模学习 是 我觉得就是介于这个之间 那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呃很容易就会发生像你讲的情况就是抄袭嘛 我觉得他的东西是好的 如果以舞蹈类的东西来说的话 对 因为舞蹈类有节拍的差别 然后我们通常一个set 呃也不算一个set 就是每个人的组合东西 有可能4个8 8个8 16个8这种方式去做组合跟排列 那么如果你完全4个8 8个8 16个8都跟人家长得一模一样 那你就抄袭嘛 那就没话说 可是如果你在这4个8 6个8 8个8里面有做一些变化 然后这些变化还能够 有其他不同的视觉效果的话 那对于大家而言可能就比较可以接受 对啊 你不能说从头到尾 真的连 连所有出场的动作啊 然后过场的方式啊 串场的连接这些全部都跟 原本生产这个动作组合的人一模一样 嗯 对啊像这样的话那就不行 不过你有加了自己的变化 那大家可能接受度会比较高 那如果你是作业 如果你是以作业来说 作业来说的话 作业来说的话那就是不行 哦 对啊 就像你用文字生长器 直接把作业打给我是一样的啊 对没有感情的东西 那就不 我觉得不能算是你自己的 所以只要加一点特别都可以 假设他今天跳舞的时候 他A跟B都跳的一样 然后只是A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他加了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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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没有听懂啊 就不一样啊 你没有听懂啊 你说视觉上有变化啊 没有没有 那视觉上有变化是指动作的差异 我是指在排列上面的组合 你的排列组合不能全部都一样啊 顺序如果调换一下呢 对啊因为每个动作 每个动作之间的连接 本来就有他一定的难度 那你把他单纯抽离的话 你有办法两个八 两个八 再把他串起来 将交换组合的话 那我就没话说啊 你懂吗 原创的这个人 如果他的顺序是A B C D E F G 对 然后你是第二个 你抄了他的东西 可是你的排列组合是 A C B D E G F 哦 那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有办法把它搞成这个连接 但我当然没话说 你很强欸 重复欸 很强欸 哦 谢谢 蛮厉害的 好说好说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表示说 其实顺序对调 其实大家应该就不会有那么的 没有 因为这是动作类的 我觉得动作类的特性是这样子 每个人的动作没办法一模一样 可是相似度肯定会很高 因为我们人的肢体就只有两只手两只脚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在对于跳舞人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呈现这个东西的味道 哦 你参加过健康超比赛吗 你们需要健康超比赛吗 就算没有我们国中有吧 有啊 我们国中难道你跳的会跟 呃我们班上第一名那个跳的一样吗 食材都一样 可是做出来的厨师不一样啊 是啊 那当做出来呈现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动作排列也不一样的时候 他看起来就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了 对啊 那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啊 但是你现在踩的这个论点 你讲的那个方式就是你ABCDEFG 如果全部都一样的话 那那就没话说啊 你就是班人家的嘛 那是人家的创意啊 可是你现在踩的点就是说 假设今天这个 哦我跟你讲 我现在有两派了 我用蛋炒饭来形容哈 嗯 蛋炒饭 有些人呢 蛋炒饭 他可能做出来的样子 A跟B做出来的蛋炒饭的样子都一样 嗯 只是他的味道不一样 嗯 他吃起来的味道不一样 是 这是我的我的说法嘛 嗯 你感觉起来我的说法 就是可能今天他的蛋 他下下去可能三秒后就拿出来 可是有一些就是多半炒了几下 结果那个蛋干涸了 可是你外表看不出来 嗯 可是你那个湿润度 吃进你的嘴巴里面 你就感觉到 嗯 这个蛋炒饭不行 嗯 那现在网友力挺老高的原因就是 嗯 我觉得他的蛋炒饭比较好吃啊 嗯 那你们的蛋炒饭我吃不进去 所以你不要怪我说 人家为什么我挺他 那另外一派呢 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认为说 今天你 A跟B做出来蛋炒饭 你的外表不可能一样的 嗯 那你就算怎样 我也至少要看到他说 你A跟B 你B里面蛋壳多了一点 嗯 哦 那你做出来的样子不可以相同 嗯 一定要这种极致 嗯 你才能说自己不是抄袭 嗯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派在论真嘛 所以 我以你的立场是 今天我觉得 就像我说的 我可能算挺你的 嗯 就是这一种蛋炒饭 我觉得外表都一样 可是字起来感觉就不太一样 嗯 可是我觉得 因为今天你要指 你要说别人抄袭 嗯 你一定要有论证嘛 对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 嗯 认可 假设好了 他里面就有提到 今天是 当事者 当事者 你被搬运的那个人 被搬运的那个人 那个搬运人都没有出来说话说 要告你了 对那你其他人说什么话 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啊 因为 以环境上来说 本来就要有 有人负责监督啊 你你你今天 闯红灯是你的事啊 对啊 可是有人要检举你 你还是要为此负责啊 对对对 对啊 然后跟你讲被言上的原因 因为你都不了解这个新闻嘛 对我不了解 那老高被言上的原因就是说 他就说了刚刚那句话 嗯 他说对方都没有告我了 他如果告我 我 我就没关系 那今天都 连他都没告了 你这些网友 在讲什么东西 那是你讲的 我是说我是支持像这种 其他人检举的 因为这个环境是需要好的 不是 我是说 刚刚我说那些话 都是老高讲的 嗯 就是因为都是老高讲的 难怪会让人家很生气啊 所以才会生气就说 你那么大咖欸 你跟我讲这种东西 你这种百万点阅率的人 结果 结果你你讲这种东西 这种话 好的 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 大家就拿他跟最近 全下 全上 对 拷贝忍者卡卡西啊 是 尼克星啊 卡卡星啊 因为卡卡星呢 他就是直接照搬 一个英国权王的啊 他也是说了 一模一样的话 他也说 对方都没有做我怎样了 你们凭什么讲我怎样啊 可是就是 我觉得环境上面 这样是真的不好啦 是啦 对啊 然后 像 你那个我不晓得 但卡卡星这个我比较知道 那你说看看卡卡卡星这个 卡卡星这个就真的比较离谱 因为他是 连所有的动作 串场方式跟介绍 都完全一样 都完全一样 连他什么语气词 语助词都一样 他没有过滤 他是真的就 完全照搬 如实照搬 连笑梗都一样 只改了一点点东西 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 这就真的是抄袭 对啊 当然事后他在拳下 跟那个 鬼杀队长嘛 对对对 李玉生 对对对鬼杀队长互打嘛 那我 我在这方面还是 给你respect 对对对 他没有收钱啊这次 真的哦 对 他是没有收任何出场费 对 要打变战 要死变死 狠角色狠角色 对 蛮厉害的 可以我觉得可以啊 可是就是因为 呃 像他这种行为的话 就是搬运嘛 就是真的比较不好 那我就不鼓励大家 但是 所有的创作者真的 因为你要他从零 对 要找到灵感 真的很难 所以毕卡索有说过一句话 我刚刚就在找那句话 哎呦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 哎呦 毕卡索出来了 有本集知识点在这里啊 他说 good artists copy great artists steal 哎呦 对你是好的作品的话 那是来自于抄袭 可是你是伟大的作品的话 都是直接用偷的 嘿没错 他的偷很有可能就是 模仿啦 模仿啦 你从模仿别人的技术 嗯 然后完全把他的技术 跟你自己的思想 投注在你的作品里面 那这样这个艺术品 他就会成就成一个伟大的 可是如果你单纯只是 靈模抄袭 然后没有包含你自己的灵魂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 普通的好作品而已 就像是牛顿好了 他今天发现了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跟第三定律 嗯 他也不觉得这是他的功劳啊 嗯 因为他就说啊 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没有前面的这些科学家 对 哪来的他后面的这些发发现呢 嗯嗯嗯嗯 所以大家真的 对于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说要避避风头之后再提 大家在上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是 大家都抓着抄袭这两个字 嗯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同整 他同样是大家更能够了解的一个部分 对 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就是喜好度的问题 对啊 因为你刚刚的说法就像 呃 刚Mathie回到他刚有讲人家蛋炒饭 是的 对 他说有时候这个炒蛋可能特别干 嗯 然后有些人炒就比较湿润 所以吃起来比较好吃 可是有些人喜欢吃干的啊 对有些人喜欢吃干的 嗯 那不是重点 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不一定是想吃蛋炒饭啊 他想吃饭炒蛋啊 嘿 对不对 嘿呦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嘿呦 主语的切换不一样 没有我们不是鼓励抄袭 只是说 饭是配料 对他的变化太多了 对 如果你真的完全照搬人家的东西 那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不行 对 可是老高他如果搬人家的东西 然后有做一些整理 嗯 那你要怪他 我倒觉得 因为我对老高的事情不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 我持保留的态度啦 嗯 但如果他真的有连什么很多数据 有一些数据是网路上公开的嘛 对 那也是前人中的资料啊 你只是拿来用 那 他如果他的资料跟日本 这个有点雷同 他有说他引用谁谁谁的东西 嗯 资料出出的话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 因为你至少还有告诉别人说 你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 对 然后让人家有可以查证的地方 可是你没有 现在被言上最大的原因是 没有就算了 他还讲了一个就是 身为一个创作者最不该讲的话 就是 啊原创者都没有告我 都没说话了 对 那你们要讲什么 对啊 这就这就比较不应该啦 嗯 就像是今天有人在看那个Pen Piano 在在弹弹钢琴 然后就学他不露脸拉小提琴 对啊那我说那 如果大家都跟他一样 那这样子到底算不算抄袭 嗯 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嘛 对对而且你要说他抄袭 那到底有谁 他弹邮递马车也是邮递马车啊 他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也是这样啊 也是啊 对啊 那大家都弹同一首歌 对都弹同一首歌 你要说他抄袭吗 这样好像也不太行 当然 他们呢 著作权有一个规定啦 对啦 就是说像好像超过几十年 对 40年还是50年 对 你是没有办法追溯那个著作权的啦 对 如果假设他今天在弹鬼灭之刃的歌曲 那最新的啊 对 那那那这样有串抄袭吗 嗯嗯 音乐这个东西是五国界的 嗯 好不好我们就说音乐的渲染是五国界 那今天是因为他要做节目做盈利 然后做盈利 主要问题是在盈利 所以才会有这个 假设他今天没有任何的盈利 嗯 那当然你赚了你的知名度 那 拨满盆满那也没太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这边就问各位 到底有谁在听Piano在弹钢琴 我每次看他都是弹了两三个小时的 我完全都不知道他有在弹钢琴 真的假的 诶我很少看他的频道 那你不要看 对 他会偷售你很多的时间 哦 哦 哦 我很少看他的频道 我知道他他会穿那个啦 Cosplay的服装坛 那好像坛还不错 现在还不错 对啊 但是 我自己本身没有没有一直点 我只是开玩笑 大家都在说而已 哦 开玩笑 这边因为我们已经到 节目的接近快尾声 哦这么快啊 对 我们时间已经过得非常的长 虽然说已经到节目尾声了 我看我还可以再讲一点 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作业要设计一个商标 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就是 真的有请设计系的 去设计 协助 对就做成我们的 我们的需要使用的服装 对 结果 我们的学弟妹不知道 啊有外来的人跟他要 哦 要这个图 他就把原图直接给他了 给他了 对然后那个人就直接拿了我们的图 又再做成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那一区的系服 对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就 就闹得有点严重因为 呃 这边也提供给各位如果有到大学阶段 或者是你是出社会的 像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有一点严重 真的 商标法类似 那是商标法的东西 而且人家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面 替我们设计给我们使用 结果 还给别人用 对你还给别人用 而且你你是原图给人家 对啊 对啊 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你并不是这个商标的所有权者呢 对啊 那你也没有知会过原本设计的这个人 你就擅自把他的心血给人家 让人家四处去散播 甚至是仿造 是很不ok的事情 对当然事后就是因为 这个设计师跟我们还不错 所以他可能也没有计较 他就觉得说 啊 反正就算了 但是实际上真的 真的不能就算了 对真的蛮糟糕的 因为那真的是人家的心血 他花时间设计东西 又不是说 你上网然后用Google图片 直接给他download下来 然后就用 这样都是不行的 这样真的都是不行的 像我 我们班高一的时候 那时候要做班服 他们就说要直接印奥运五环 那 对啊 是什么想法 对啊他们就说直接印奥运五环 然后 旁边秀 秀口旁边就直接 梅花 梅花里面 然后再配五环 我说 你们知道那是奥运商标吗 然后他们知道 我说那 你们知道你们随便用这个商标的话 万一有相关单位看到是可以告的吗 他们不知道 对啊 除非他们要做变种啊 对要做一些变化 当然这些变化是不是真的可以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说 你你要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必须要先多考量一下 多考量一下 然后去智慧一下原作者 哎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 也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就是super dry啊 哦有有有 然后 网路上不是有人做另外一个什么 super shy吗 对 反正有 super shy 就类似这样子只是改一个 对翻完啊 翻完啊 他们在服装里面称之为翻完啊 可是这一翻完结果 super shy 超不爽就告人家 对啊 人家觉得你完全是搬我的东西啊 你把我的 创意跟我设计的排列方式整个抄走了 对 对啊然后人家就超不爽 即便你 你改了一点点英文字 人家都还是觉得你偷了人家的 要是人家真的愿意去提告 那真的 就没完没了 打那个官司 光是打那个官司 就会烧超多钱 对啊 重点是如果你输了你就糟了 因为官司的费用全部都到在你身上 对啊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傻了哦 这个真的是有很 突然又 脑子里面冒出很多 像我很喜欢看游戏王频道 虽然我很少在打 对 然后我就很喜欢一个叫 水乎月郡的一个大陆的一个up主 他的主战都在bilibili而已 对 然后我就必须要去bilibili看他打牌 因为他打牌很有趣 然后很魂 很魂的意思就是说 他很神抽啊 然后他的剪辑也都很不错 对啊 youtube就会有很多人会去搬他的影片 真的就是改了名字啊 然后还把那个配音调掉 你知道吗 就是把他的声调升降key什么之类 一定要的啊 对然后就直接把人家影片翻过来 像这种我都觉得真的是 真的很北南 嗯 对你如果说不开盈利 你纯座分享用途 你事前标注 然后再标注原作者 那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他们什么都没讲 就是直接就开一个频道 然后就想充那个点阅率 然后吸钱 对啊 真的是很糟糕 来啦奉劝大家歪路不要走啊 对啊 对认认真真开发自己的才华不好吗 真的真的 夜路走多了都会碰到鬼的啦 真的啦 行的正做的职 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啦那我们这边就奉劝大家 真的坚持本心 那种邪魔邪门歪道就不要走了 对 旁门左道偶尔想走 无伤大雅 走左边可以 哎没有啦 不要不要害到别人 也不要也不要贪图自己意思的方便 然后损害别人的权益 这种事情最后都会回到身上 等价交换啦 是啦 那就这样了 拜拜